过去三年交警街道的交通唯利通报 尤其是公众提交的行车记录器画面有上升趋势 警方最近就根据公众提供的视频 成功逮捕了一名在快速公路上逆向行驶的重行车司机 来看记者李正义的报道 事件发生在今年3月17号 视频中的货柜车在滨海快速公路一个入口处前逆道而行 之后还非法悠转开往东海岸公园大道 警方在接获公众提供的行车记录器画面后 将32岁司机逮捕 司机在危险驾驶罪名下被罚款700元 同时吊销执照一个月 交警表示行车记录器画面对调查期很大的帮助 不过警方在进行调查时也会参考其他证据 如目击者证词和车辆损毁程度等 以对案件有更全面的了解 交给交警的影片应该尽量是清晰的 车主最好能在车前和车后都安装记录器 并且通报者必须提供自己的身份 并愿意上庭作证 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确认案件的真实性 驾车人士在汽车内安装行车记录器越来越普遍 有时候是人家来撞你 不是你去撞人家 说你要有那个证据 不然保险那边就很麻烦 最重要是要高清 然后要有night vision 就是看得到我完成 因为我是送货的 所以晚上会吃上开车 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要注意这一点 这家网顾平台表示 今年上半年的行车记录器销售额 同比增加超过两倍 多数消费者会选择购买高清视频录像功能的记录器 价格介于75元至130元 另一家网顾平台则发现 每天有高达500人搜索有关行车记录器的产品 网站销售的行车记录器 每月销量达15万元 年比增加118%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增一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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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